1月19日 伊玉芬芳 中国当代水墨画艺术家 窦衣琼艺术作品洛杉矶首展 在美国洛杉矶中华艺术宫隆重举行 花展主办方有世界名人俱乐部 美国阳光教育学院 美国中华艺术宫 协办方为北京天面堂 洛杉矶市的书画艺术家 及爱好者一百多人出席了画展仪式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副院长 中英庄与主持人彭南凌 主持了本次艺术作品展 中国画它是一个传统 东方的一个传统文化 底蕴比较深厚 也历经千年了 所以它跟西方可能这种艺术 需要有一个融合的过程 我这次因为主要带来的 它就是一个传统最传统的这种风格 有传统工笔画 也有小协议 这个它跟西方的这种油画 或者稀画 它可能有一个互相融合的一个过程 我也希望这是我能达到一个目的 西科维纳副市长吴同怀 深盖博士议员廖清河到场祝贺 讲画并颁发荣誉证书给画家斗一穷 世界名人俱乐部负责人严俊安 阳光就与学院代表郑重 好莱坞电影学院代表 为画家颁发杰出艺术家和客作教授证书 著名华裔游画家阿元 也为画家斗一穷颁发了证书 中华艺术工卢安馆长 为画家斗一穷颁发了收藏证书 画家斗一穷捐赠了书画 给遗伤学校和机构收藏 他还将小写一作品和斗一穷作品集 慷慨地赠送给嘉宾们作为礼物 今天我们带来我们阳光学院的小学生 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下怎么画的技巧 然后让他们知道怎么去下笔 然后怎么去用水墨 或者怎么去画这个线条和这个曲线 什么去更多学习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让这个 在这个美国的中小学生 更多了解一下中国文化 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挺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办这个展览的一个目的 都一穷出生于陕西西安 又成家学 祖父父亲皆以书法建长于长安 在艺术家庭的熏陶下成长 自幼时起就对书法绘画有着浓厚兴趣 1998年开始创办西岳画社 故而结识了不少长安书画界的前辈和朋友 在他们的影响和指教下 大量谋写了历代书法 山水花鸟名家作品 在这期间还得到长安画派艺术家 刘文熙 江文湛 吴三大等名家的亲自指点和帮助 从而对传统书画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2001年在北京开设了首家北京天面堂画廊 除了在传统的技艺方面 有很多的很细腻的作画之外 它其实在传统的技术上有很多的创新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写意 工笔 包括它的书法都是非常上乘之作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书法爱好者 还有从拉斯维加斯 今天从拉斯维加斯过来的客人 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祝愿它的书画展圆满成功 都一穷不追求线条色彩等技巧 而是从画中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变化 笔墨精妙 山 石 木 皆见谷 谷中见运 进而达到外师造化 中德新缘的境界 展现出了笔越健而气越壮 井越少而异越长的艺术风格 都一穷现任徐悲鸿画院书画院副院长 出版著作有中国书画创作研修班 结业作品集 中国徐悲鸿画院成立25周年书画作品展 改革开放好 中央和国家机关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书画展等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